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不断的勾起K-pop粉丝们的回忆 在韩国非常火的网络综艺节目 是从SBS电台旗下频道开始的一个小节目 但是在三世纪开始了 简称孙冬名系列之后开始爆红 让二代团 再次登上了热搜之后 一直到最近的冯冬名系列 一直都收到非常多网友们的喜爱 而最近才刚结束的冯冬名系列 真的是在韩国引起了不少话题 以11年前的那个造型敲打我们心脏的 After School Pain Diva 野兽团的持组 2PM Urigid 超越时代的Shiny View 2019年宣布解散的最强模特身材女团 Nine Ujits 现在也在现役活跃活动的 Omega Closer 虽然每一个舞台都是非常优秀 非常催泪 但是其中After School的舞台影片 更是突破了700多万的观看次数 获得了非常多网友们的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琼儿怀孕五个月 卡西 佩卡特地从海外回来 能感觉到大家对这舞台是有多真心 这真的只是练习了两天的清唱实力吗 真心觉得了不起 目前成员琼儿是怀孕五六个月 而卡西住在巴厘岛 佩卡住在夏威夷 那个时代如果有直拍的话 应该会天天刷佩卡 卡西 琼儿的直拍 别的舞台我很快乐 唯独只有After School的舞台让我流泪 一个月的居家隔离来到韩国的佩卡卡西 怀孕上舞台的琼儿啊 就能知道他们对After School充足是有多珍惜 真的是太感动了 我们的歌真的是一个坏节目 你们只是觉得啊 很好的回忆好快乐这样的结束 但是我突然掉落在2010年代 爬不出来了 现在都凌晨两点了也无法入眠 这才是真正的K-POP 真的好想看别的舞台 辉煌的二代寒流时代 真的是我的青春啊 好想回到那个年代 其实在二代团的年代 我没有说特别的粉过After School 但是看了当天的舞台 听到一开始的前奏后 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催泪 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动 总结一下就是 Moment Club这个节目 对于二代粉丝们来说 真的是像一条光一样的节目 希望三代四代团的粉丝们 也能透过这个节目 能多了解一下二代团体们 最后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最喜欢的二代团体是哪一个团呢 下一个消息是 不管有没有灾难 都在持续捐款的Unonym New街头 7月12号 又捐款了5000万韩币给 支援未婚母 多文化家庭等脆弱家庭的女性们 卫生棉的机关 虽然知道这不是什么大新闻 但是还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宇街操真的 sarangya yo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 发起来 哈 啤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